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中钢公司今年发股东纪念品是3Q 你拿到了吗 买了大概一年吧 就是钱这样放着 其实它就是起起伏伏 就是在2万多到3万块钱而已 你能够期待它未来能有 比如说5万6万 或者是持续往上飙升的可能性 这有点难吧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前一阵子我去 中钢的股东纪念会 发放奖品的地方 然后拿了他们最新的 这个2023年的奖品 叫做3Q 你只要是他的股东 就是你有一张中钢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开会的通知书 通知书的话呢 去现场就可以领了 那他目前的股东数 持有一张以上的股东数 大概是100多万户 那他准备的是50万只的余山 如果你不早一点去拿的话呢 你其实很有可能被发完了 那尤其是台北这边的话 他准备了11.5万只左右 这看新闻上面写的 所以为什么第一天 就会就是人山人海 整个就爆满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想说 中钢是每年都有很特别的纪念品 所以每年大家都想要 比如说大前年就是一个 黑熊的这叫螺丝旗子 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大家就 就是预约意识 就觉得要去买好 不过他那时候就已经改成说 你必须要有整股 就是一定要买到一张以上 才能够去做兑换 那去年好像是环保快足吧 其实都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中钢基本上就是被 这个纪念品耽误的公司 他们干脆就改名 叫做纪念品公司就好了 很有趣 那我们观察就是 中钢其实这几年来的股价 这个上上下下 其实它最高有来到 40几块钱 就是说你买一张股票 大概要花4万左右 但是前两年疫情的时候 其实它有跌到很惨 就是砍半 就大概是20几块钱 那它目前是29.95 大概是3万块钱左右 可以买一张 所以如果你想要 年年参与这种 所谓的大拜拜 然后每个人都要去 抢这个纪念品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 你可以透过零股的方式 就是慢慢买 因为说真的 要你一口气拿出3万块 去买一张股票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 绑手绑脚 因为你的薪水 如果是3万块 你不可能不吃不喝一个月 就直接拿去买 不可能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比如说一个月 可以买个两三千 两三千 那你这样子走一年左右 大概在明年的四五月 你就会累积到一张 那累积到一张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 放心的去 每年去领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在我的 这个粉丝业贴文下面 也有粉丝就分享说 哎呀 我当初获利了结之后 我现在身上 只有零股而已 好可惜哦 零股要去领 真的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粉丝朋友就讲的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以前呢 有买 他可能在低点的时候买 那发现他后来有点高之后 他就卖掉了嘛 就赚价产 你卖掉之后 你就已经不是他的股东了 所以你就拿不到这个纪念会的赠品 那很多很多的上市上规公司 他们其实都有推出这种股东纪念会的相关赠品 有的有送什么 比如说网品的话 就是送你这些 呃 餐券的佣金 所以你就可以再回去他们的集团里面去做消费 这是一个蛮聪明的方式 就是来跟社会大众互动 然后有一些正向的 这些新闻报道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再增加他们自己的营业额 这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 那有很多的 这些公司 他们有时候很懒 他们就直接发小七五十元 或是全家五十元商品券 我觉得这也不无效 所以 你如果刚好有买他们的股票 你就可以去用 就是可以去拿拿来用 都不错 不过呢 你要注意就是说 他们每一家公司的配合发放的古代公司不一样 所以地点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所以你就必须要自己就是 呃 把这些资讯搞清楚 不然你可能会 跑错地方 或者是记错时间 然后最后就发放完就没有了 好 所以这个你要特别去注意 那中刚这一次的话呢 我有一些基本的资讯 来跟大家提供 如果你在他今年好像是四月以前吧 四二年前就是你已经持有了一张以上的中干股票 所以你就是这一次的可以领奖的名册里面 那如果你现在要买的话呢 就来不及了 你只能够等明年 所以请你就是现在 开始用领股的方式 或者是一次买一张放着就好 那买领股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说你不知道他现在是高点还低点 所以你分散风险大概分个十次十一次去买 你也可以相对而言降低你的这个不确定性的风险 平均而言的话都会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金额 那你要一次买入也OK 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了 那这一次的话呢 它的开放领奖时间呢 就是5月24号早上9点开始 那每一个地点都是到下午4点就结束了 所以你一定要早点去 那台北的话有开放两个店 就是那个台塘台北会馆 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 那边其实就是西门顶好像4号出口出来 再往前走一下 那你就发现那边有一群人 然后很热闹 然后有警察在交管 就是那个地方 那我今天早上大概8点50分左右到 我就想说 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要更早出门 因为我很担心那边车位通常都被停满 因为骑机车过去 后来发现说其实你挤一下还是有位置 就在旁边找到之后呢 然后赶快跟着去排 我大概是8点59分左右加入这个排队的行列 然后排到9点 刚好已经进入那个所谓的正式的领奖的那个隧道 反正就是他做了很多的蛇龙 然后让你要这样走 不然的话一整排是排不了那么多 我大概9点03分就领到了 所以他们的速度算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在席间呢 我有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是帮亲朋好友来带领 所以他呢大概手上有七八张 所以这是蛮微妙的 那你想想看哦 一个名字就只能够领一只雨伞 那他怎么样有七八张 很简单 就算你有两个三个证券户头 你还是只能领一个 所以你一定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每一个人都开户 然后每个人都塞个三万块钱去买一张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纪念品达人 你什么都要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请你身边的亲友 包括你的小孩 爸妈妈 老婆或先生 全部都要开证券户 然后都要至少交易一张 好那这样你就可以几个人领几份 这也是不错的做法 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财务自由的话 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点蠢 因为把钱放在会跟着大盘成长的 比如说全市场指数型的ETF 这样子的话你的资产才会跟着一起成长 但是像中刚的话 我买了大概一年吧 就是钱这样放着 其实他就是起起伏伏 就是在两万多到三万块钱而已 你能够期待他未来能有比如说五万六万 或者是持续往上飙升的可能性吗 这有点难吧 因为他毕竟就只是一个中刚而已 对不对 那他非常的有这所谓的新闻话题性 因为今天早上大概九点多吧 开始就有新闻记者在那边采访人了 那甚至我回来公司上班之后 大概看十一十二点 哇电视台新闻台都在前面采访 然后采访你说这个伞怎么样啊 为什么喜欢他 你觉得还可以吗 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啊 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有所谓的新闻话题性 但是呢 他也许没有办法帮助你的资产 有正向的成长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会建议你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投资金额的80% 放在这种全市场的指数型ETF上面 剩下的10%到20% 你就可以随便玩 比如说我有300万对不对 那我270万 我就会放在这些ETF上面不动 然后就跟着市值一起成长 但是剩下的20到30万呢 我就可以随便去买我喜欢的股票 那我可以参加除全息 比如说0087% 或者我们接下来介绍的00919 他都是标榜 就是8%到10%的这种值利率 他只要有填息 其实等于是多赚的 这个你就可以参考 因为如果你想要 就是跟着市场上最夯的 这些标的一起 就是享受这个收获的果实 这是可以的 那还有像中钢啊 然后什么开发金啊 送那个什么杯子 就真空保温杯之类的 你这东西 如果你就觉得很开心 很喜欢 那当然可以 你都绝对可以买 但是呢 不宜重压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要搞清楚 这个投资跟投机 或者是参与市场的这个感觉 你还是要稍微做一个分野 而不是把你所有辛苦赚的钱 全部都去买股票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赔钱的几率是蛮高的 要特别去注意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在证券市场上面做交易 那你就要挑选 就是便宜的券商 这个手续费收取便宜的话呢 你可以减少你的摩擦成本 这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了 那以我自己目前手上有在用的 就是新光证券跟永峰金证券 那新光证券大概放了80万左右 永峰金大概270 那就是持续的在投资当中 那为什么选这两个券商呢 因为他们的手续费折扣 其实都是相对便宜的 像新光证券就是 现在开户有一折 你可以用半年 那第七个月开始就剩28折 就是他会再调回来 但是如果你在前半年 就是开了账户之后的前半年 认真的用它 其实你就可以省下蛮多钱的 那永峰金证券的话呢 就是开户给你两折 他这个折扣 其实他们基本上都定下来 因为竞争也蛮激烈的 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就是随时收回这个折扣 那大家就可以多多参考 那我最近还有开哪些证券户头呢 比如说原付证券 原付证券的话呢 他目前就是有这个好户头 这好户头就是跟OU数位账户 一起做结合的 比如说你开OU数位账户 然后透过好户头的网页 就可以同时开证券户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透过OU数位账户 跟OU证券户里面的钱 然后来就是参与市场的成长 但他预设的折扣是六五折 所以比较差 所以通常就是 你开完户之后呢 你的证券员会联络你 你就跟他靠北 你就跟他讲说 新光证券可以给二八折 你给六五折我干嘛用 他们说啊没有啦 我们这个数位账户就是预设都六五折 但是呢 那个你可以给我你的这个证券对账单 好 那我就帮你跟上面申请 然后就是要演戏要演一下 对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去跟他讲啊 因为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 然后就会跟我讲说 我的预设折扣数就是六五折 但我就觉得真的太低了 我在干嘛用 对啊 我就说 新光证券给我二八折 然后他就说 啊你稍等一下 然后他跟主管讨论一下 大概过五分钟就说 啊 那个报告某先生 我们就给你二八折 这样子 所以这什么 就是要有竞争 你才有可能会有比较低的折扣数 好 所以我觉得这大家都可以去整取一下 好 只要距离力争 我觉得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那了不起不给你 你就回来用新光证券就好了 或者你回来用永风金证券 也OK啊 所以如果你要盘中零股交易的话呢 其实这些券商都是只收 最低一块钱的手续费 那以新光证券为例的话呢 就是你每一笔金额 扣2506元以内 你的手续费就是一块钱 好 所以呢 你以今天中刚的收盘价 好 我们是2023年的5月24号 大概是29.95左右 你这样算一下呢 大概就是购买83股的零股 这样算起来大概是2482元 再加上一块钱手续费 所以就是2483元左右 你就可以持有零股的中刚这样子 那你大概长此以往 大概扣个十期十一期左右 你大概就会买到一张 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透过这种方式 然后就是尽快的去累积到你的部位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扣更多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定期定额 好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永风金证券 每个月1万块以内的单笔 就是收1块钱手续费 但如果你要一次可以买多一点的 你也可以用星光证券 它的定期定额 每个月只有三天可以选择 好像是8号18号28号 但是单笔2万块以内是1块手续费 好 所以你等于是用星光证券的定期定额 然后就定期个两期 好 那你就直接拿到一张了 然后手续费只要2块钱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但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 一个月就是买个2-3万块钱 好 除非你是做当充嘛 那就用定期定额 或者是用这种零股交易 然后一次买个2-3千 手续费最低 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慢慢累积到你要的张数 不只是中钢 你要买宏达电 或者你要买什么大力光 或者是刚刚讲的开发金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慢慢去累积到你的部位 对于我来讲 我比较常做的还是定期定额 一次就是1万块钱在0050 或者是一次就是在美股 就是封存股美股的交易平台里面 一次就是买VT 或者是Apple 或者是Costco 一次就买个一股两股这样子 那用这种方式呢 其实大概三年下来 累积也快要300万左右的资产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可以透过这些工具 大大的降低自己的支出的摩擦成本 因为你省下来的钱呢 基本上你还可以再拿来投资 而不是说你每次在那边当充 出去就是几十块几百块这样出去 那长久以来 你可能摩擦成本就是好几千好几万 但这些钱呢 其实你都可以省下来的 透过这些便宜的券商呢 你就有机会距离你的财富自由 再更进一步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